不喝?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个字Sungguts 你有听过放血疗法吗? 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就会让我回想起 小时候去传统市场时呢 看到鸡饭抓着一只倒掉的鸡 然后一刀割开他的脖子 看着鸡血一滴一滴往我小盆子流 这样的情景呢 对于当时还是小孩的我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我们都知道 血疗是让我们能够活着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成人只要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血疗就可能死亡 那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却会有放血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因此这次的影片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放血疗法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在医学上又有哪些优点与坏处吧? 透过放血来治疗患者 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都有记载过 而在西方的历史中呢 最早出现于西元400到500年间 由希腊出生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西伯克拉底 他所支持的体异学说 认为人体是由血语和细查三种体异所组成的 而这个学说认为呢 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因为四种体异在人体内失去平衡 所以在这个理论下 可以透过放血来消除体异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疾病 而在东方呢 放血疗法最早记载于《皇帝内经》 里面就有提到过 弱赤者赤小弱之血脉也 意思就是透过赤皮下的小静脉 来得到放出血液的效果 而到了汉朝 《史记》中的扁确传也记载过 扁确曾经透过放血 救活了已经死亡的国太子 所以放血疗法不论在西方或是东方的医学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这个技术执行起来较为容易 在某些情况下也的确有所帮助 因此在过去非常长的一段历史中 放血是几乎被用来自白病的 而历史中放血疗法的盛行 也跟它看起来很有效有关 由于我们的血液当中 冲氧血是线红色的 減氧血是暗红色的 这些都是血液的一部分 而放血时都是割出静脉的減氧血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深色的东西 都是人体中污秽的废弃物 并不会把它当成是重要血液的一部分 因此排得越多越好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 也就是砍倒樱桃树的那个华盛顿 他个人其实也是非常笃性放血疗法的 而在1799年时呢 退休后的他因为严重的感冒症状 都过病在床 那时候他的尸人医师为了治疗他 就慢慢的替他进行放血 那因为情况都没有好转 所以那位医师在20个小时内 先后为华盛顿放血了4次 总共约2.5公升 但你要知道 一个成人也才5公升左右的血液 他就放掉了一半 因为嗜血过多而死亡的 那虽然在历史中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出现 但放血这个治疗方式真正被淘汰掉 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 透过医疗数据的收集 以及生理学的进展 才开始有学者发现放血疗法可能是无效的 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的英国医师 Hughes Bennett 他花了18年的时间 观察患有肺炎的患者中 有接受放血疗法与没有接受的 他发现有接受放血疗法的病患 死亡率几乎提高了3成 因此他用数据来证明放血疗法无效 甚至还可能非常的有害 也在这之后开始有了许多研究去证明这件事情 放血疗法才慢慢的被淘汰掉 而虽然西方实证医学淘汰了无意义的放血 但由于中国古书的部分 仍然记载了许多放血的治疗方法 因此呢 就有许多人民素疗法 引用的这些方式来做治疗 那近期那我比较大的是 在中国2016年时呢 有位女演员叫做徐婷 他仅仅26岁 就因为注心污时的甲醛中毒 而罹患了淋巴癌 那当时的他呢 不愿意接受西医的放疗 反而是去接受刮沙拔罐放血的方式 来治疗淋巴癌 但病情还是恶劣的非常快 最后真的没有办法 想去接受放疗时 已经来不及了 断断几个月的时间就去世 那另外一个是 胃腹部比较常在辟谣的错误观念 就是有很多民众一试中风的时候 就会拿针戳自己的手指自救 这是因为古书中曾经记载 如果急性中风的时候 可以在十圈穴放血 也就是戳自己十根手指头的指尖 让他放出血来 就可以处理急性中风的问题 但由于中风其实是脑血管的破裂 或是血管被血栓阻塞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手指放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样的时刻下是分秒并争的 需要赶快就医 就有些民众在中风的第一时间 没有敢请教救护神 而是自己尝试放血 看状况有没有比较好 但是等到真的发现没有比较好的时候 肯定就太晚了 脑细胞缺氧坏的时候 不是全身瘫痪就是直接死亡 真的是一刻都不能拖的 那目前放血疗法 比较常被说有效果的 是利用放血来治疗身体酸痛的问题 这个的原理是因为呢 身体组织受伤后局部会发炎水肿 整个血液都会往局部去灌 原本这样发炎反应的目的是 要让养分都往伤口处跑 帮助组织的复原 但要是血液关了太多 血液全都堵塞在受伤处 就会导致水肿与疼痛的问题更加严重 这个就像是脚环扭伤后呢 你的脚会会肿成一大包那样 其实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因此我们会建议在急性受伤后 与疼痛出冰敷个几个小时 或是吃消炎药来减缓发炎反应 进而来降低疼痛感 让局部的水肿消除后 后续的复原状况才会比较好 那放血疗法在这部分会有效果 原因是因为你把局部的血液 给排除掉的时候 也能够有效的减缓 血液一直张在受伤处的问题 但比较麻烦的是呢 这样的处理方式会有伤口 所以要是到外面的民主疗法 给人家放血治疗痠痛 就比较会担心伤口 会感染或是溃烂的问题 那以我自己物理治疗师的个人观点来说呢? 如果是急性痠痛的问题的话 与其放血造个伤口出来 不如直接冰服在局部 或是吃消炎药让它降缓下来 CP值都会比较高一些 那如果是慢性痠痛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从根本的方式去找出原因 到底是什么害你慢性痠痛的? 不然一直透过放血来减缓痠痛 它还是会不停的复发 那么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那其实在部分的比较严重的撞击 而引起了局部组织血肿时 现在医学也会透过类似放血的手法 来把局部的血液给排出来 只是现在是用引流管 或是用针头来把血液给抽出来而已 像是在车祸时 导致硬脑磨下出血后 就得要开刀把血液给引流出来 避免脑压过高导致脑损伤 而比较另类的是呢 在美国已经通过使用医疗用的水质 来处理浅沉肌肤、血液预测的问题 这是因为水质在吸血的过程中 会释放一个抗凝血因子到伤口中 让它持续的流血不止 就会类似局部放血的功能 但这样的方法在台湾还不合法 而且台湾也没有医疗用水质 乱拿一般的水质来吸 是会造成感染问题的 所以总结来说呢 放血疗法在时代的眼镜中 会被慢慢的舍弃掉 是有它的历史在的 放血在过往会被如此的推崇 主要是大家对于减氧血 与冲氧血的概念还不够完整 因此会认为排出减氧血 就是排出了身体的脏东西 但是随着医疗科技的眼镜 这样的观念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了 而在现在医疗中呢 放血疗法对于部分的情况下 还是有必要性的 但不是一昧无意义的放血 如果血液卡在了你身体很难代谢的地方 或是非常急迫的需要把血液给排开来 那么就可能需要透过引流或是用针筒来抽出来 但如果没有很多的话 其实多数的情况下 直接等它被身体给慢慢吸收掉会比较好 毕竟造个伤口让血液流出来 那么伤口本身的复原与造护 也是需要被考量的问题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放血之类的疗法呢? 你们都是在哪些情况去做的呢? 都欢迎在下面的留言跟大家分享看看啦 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